独家,儿子教练只是小四。元祖少奶抱去年布伦宾是男现离婚。 元祖食品少东张少伟老婆安晨鱼曾发片当过歌手,今却被周刊爆出安晨鱼传出偷吃儿子的羽球教练,两人被拍到互相搂抱壮似亲密,手还摸住各自的屁屁。 但苹果接获读者爆料,只羽球教练其实是小四,真正的小王是当晚开白色宾室,来接安晨鱼离去的Cavin。 读者自称是张少伟友人,像苹果说Cavin是安晨鱼创办的网络,开店平台开店123公司技术主管,也是教安晨鱼写程式的贴身家交,并透露全公司员工以及张少伟本人都知道安晨鱼外语一事。 一年前夫妻俩曾因他外语大吵,一度吵到要离婚,但疑似达成秘密协定,夫妻俩不再提起此事,之后张少伟也不再进开店123公司,图一个眼不见为敬。 对于今早安晨鱼发出的声明,读者怒骂很荒谬,为张少伟抱不平,另透露其实安晨鱼婆婆也知情外语一事,曾说过只要不要闹上新闻就好,如今已被各家媒体报道,直言夫妻俩应会在半年后离婚。 安晨鱼通过经纪公司表示,自己是公司执行长,Kevin是公司总经理,被拍当天公司司机请假,老公和小孩在练雨球,老公拜托Kevin充当一下司机到小巨蛋接我去和老公小孩碰面,中间还去买汉堡当全家人的晚餐。 对于被读者指称和Kevin外遇,他表示仅是同事关系,觉得他在公司表现上很优秀,自己如果身边有好的女孩,也会帮Kevin留意和介绍。 老公和我在同一个地方办公,我们每天同进同出,自己是工作狂,因为背负公司上千年的生计,听到这个传闻觉得十分好笑。 对于和教练的亲密互动,安晨鱼所属于演艺经纪公司表示,安晨鱼,那狗,长时间从国外求学生活,又感染外国人对朋友热情表达,放松的肢体接触很正常,至于摸屁股应该是角度的关系。 和羽球教练是认识多年的朋友,和他有体育方面的生意合作,自己结婚11年和先生感情很好,是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甜蜜伴侣,今天看到这个类不伦的报道觉得很乌龙,希望可以透过声明来平衡报道。 最近因为发片在即,特别注意身材保持,增加很多健身运动行程,希望新哥很快跟大家见面。 安晨鱼与老公张绍伟结婚11年,育有一对子女,宠妻的张绍伟,2014年4月曾砸下3000万元,替老婆成立个人专属经纪公司,还发行个人专辑幸福待续。 当时张绍伟还豪气表示,我们本身不缺钱,完全不会担心回不回本的问题。